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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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本栏目由足利剑老人邪独家冠名播出 专业老人邪认准足利剑 今天的开场我们很沉重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紧迫的案例 有一个患者正在做手术 心脏的手术 而且他的心脏快被吃掉了 是 所以泳之你想啊 如果这个人的心脏被吃掉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据说是心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位被吃掉了 而且刚才问专家 问专家 专家说了一个特别关键词 你说 因为一件小事 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他的心脏一个很重要的部位被吃掉了 会怎么样 大家看到我们大屏幕上会出现瀑布 但这个瀑布和平常的瀑布完全不一样 它是逆流的 所以它代表着 当这个部位被我们的细菌吃掉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血液会出现逆流 大家想象一下 瀑布逆流很难见到 血液逆流 武侠小说层才能看到吧 人家要栽过去了 我有点被逆流了的感觉 是吧 那种是你想想 那位患者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会导致他出现了重要的部位 心脏重要的部位被吃掉 给你几个选择吧 而且这几个小事 好像都跟我有关系 对 所以你的心脏要小心了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打针 痔疮跟名字很相关 刷牙 每天都要刷牙 掏耳朵 所以到底是哪种 非常常见的日常行为 会导致我们的心脏 重要的部位被细菌吃掉呢 把你们认为可能的日常行为 贴上你们的小圆点 行 你们看着的就是著名景点 持永志的雕像 看着哪个好看的可以往上贴 对 现在看起来 其实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 对 没有一个人认为是涛耳朵 涛耳朵绝对没有 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 你经常做的这件事情 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但痔疮还有两条 其中一条是小朋友贴的 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痔疮 那你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鼻头没人贴 你觉得哪件事情 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心脏 重要部位被吃掉 就是这掏耳朵和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为什么 就是掏完耳朵 然后咬手了 你的行为这么的有特点呢 不是 我就说宝宝岂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小朋友啊 无论大家怎么选择 但我一定要认真地告诉大家 正确的答案 确实就在这五个日常生活当中 常见的行为当中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 让我们掌声欢迎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外科的主任 苏皮雄 欢迎苏主任 欢迎苏主任 苏主任你看我刚才跟泳智开了半天的玩笑 但是泳智认为他最常做的习惯 那掏耳朵最不好 那大家都认为跟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可能关系更密切 因为好像饮食嘛 比较容易有细菌的侵入 病从恐入 然后就咔嚓咔嚓 细菌把你的心脏最重要的部分移除掉 因为嘴皮心有点近 所以到底是哪样 比较容易让心脏受损啊 虽然这个痣跟那个痣是可能 是有区别或没区别 但是咱们说掏耳朵和吃东西 确实跟我们今天谈的那种吃心脏的细菌 还有一定的关系 那肯定听起来会很奇怪的 说有关系 那到底哪个有关系 他还没说 那我们一会儿再揭晓答案吧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心脏 来看看到底我们心脏重要的部位是 因为什么原因被细菌吃掉的 像这样的病发病率高吗 它会有致死的风险吗 这个疾病发病率并不少见 一旦得上这个疾病以后 它的致死率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它的死亡率应该高达百分之十几 分之百分之二十几 那个患者就是正好是在两周以前 我刚刚给他完成了一个心脏的手术 实际上他在手术以前的时候 实际上有明显的一个脑梗塞 细菌到了大脑了 然后呢有一个脾酸塞 那细菌到了脑脏了 在手术之时的时候 我们说细菌正在吃它心脏的某个部位 这做的时候它也正在吃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引人 我感觉您说当时细菌正在吃 它的心脏重要的部位 就好像有画面感 一个小虫子趴在那儿 吃得越来越多 听起来如果我们体内有这种细菌的话 它在吃我们心脏那个重要部位的同时 心脏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中转站 然后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流 跑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刚才说到的瀑布逆流 也就是血液逆流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结合这道具您给大家讲一讲吧 好 来 老师 我们来请苏主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模型模拟的是什么 那我们说正上心脏呢 我们的心脏血流啊 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一样心脏是一个泵 一个泵的血流呢 它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就跟我们这里演示的一样 大家看看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血流 从上到下 是顺着流的 如果我们得到了刚才所讲的那个疾病 那么细菌呢就会来吞湿 或者吃我们心脏的某个部位 一旦这个部位被吃穿了 或被吃坏了 那我们的血流 那就像这种情况发生了 哇 从下往上 大家看 这就很乱了 对 很乱了 就是一流的情况就会发生 但如果血液逆流 好像听起来并不像小说当中那么的美好 血液逆流的时候会很危险 因为刚才苏主任讲到 致死率16%到25%那么高 那我们普通的人 如果出现了血液逆流 我们会有感觉吗 身体会有症状的表现吗 接下来我就要请出来一位 苏主任专门为我们请来的患者 这个患者很特别 因为他的血液也曾经逆流过 而且据说在今年也就是2018年的春节 他过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徐盛红先生 欢迎徐叔叔 叔叔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徐叔太奇怪了 你拿了一帅棋 帅只剩了一边 还破破烂烂千疮百孔的 这怎么了 你只有一半比较帅还是怎么样吗 实际上这就是苏老师那个说的那个心脏最关键的部分变成这样 我的心脏那个最关键的部分就变成这样 您的意思是这可能代表着就是您最难过的时候您的心脏 对生病的最后一刻了接近就是心脏就这么样一个状态 我是在去年11月16号的时候感觉像感冒发烧 然后呢一礼拜一次高烧 特别有规律 到那续续吃了接近两个月的药 就感觉自己突然体重下降 少了二十多斤 当时我一百九十斤 那么现在我是一百六十斤 那真是真相当 当时说说找不到原因都很正常 包括白铁球 那么就唯一一项不正常的叫 C反应半白 就比较高 就是有细菌存在 但不知道在哪里 特别乏力 也没有力气 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嘛 把您的帅旗先拜托永智保管好吗 是这样 踏不出原因来 因为我对这个稍微有些了解 就莫名其妙地受了二十几斤以后 炒不出原因的话 一定是有重大疾病的可能发生了 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我呢没有心脑瘸蜕病 没有糖尿病 身体还挺好 还不错 那个时候我就害怕了 真的是害怕了 我就有一种那种末日的感觉 然后跟家里 包括我就开始做后事准备 真的 这特别恐慌 因为您觉得只要查出来 一定是大病 对 因为那莫名其妙地 就是在短期内 收了二十几斤以后呢 快速的体重下 就是 你查了很多次 也查不到 查不到 三个月时间了 将近三个月时间 然后到了一月底 我继续再查 查不出来以后呢 马上就春节了 春节的时候 我做了核磁 CT 所有的血液 刚才您说的 抽了五官血 那一天我抽了十几官血 我今天早上去医院验血 抽了我五官血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就是所有内分泌的血液 血项都要查 查了后呢 也是没有 所以说你也开了我住院证 就查了好多种血液 什么都查 都查了 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高烧啊 地烧 或者连续高烧 让我住院 但是说不是这个病 住院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科的病 所以建议你到那个感染科 去查一下 感染科说呢 说你一定发烧时候 高烧时候再来 这样可以进行血液培养 可以找出原因 找到那个细菌 对 对对对 所以呢 我就回去了 当天晚上也是很疲惫 我连春晚一点都没看 今天什么都没看 也三十都没心情过了 不是 就是睡觉了 这里呢 我要说一句的是什么 非常要感谢两个人 一个呢 是长安医院感染科的 郭一群大夫 在病房的 他呢 帮我查到了这个 病 查到了那个细菌 病 感谢苏教授 和他的专家团的那个 高杰大夫呢 及时地给我处理 把这个地雷给排除了 这生命一下子 我就觉得那个春天就来了 又要春到了 对 就跟那个今年第一场雪 还记得吗 3月17号 那是我手术后 第一次下楼 从病房十楼 下到一楼 就见了些 哎呀 我那种 那种感觉 结后一样 对对对 为什么我说郭一群大夫 我说感谢他那拍 因为呢 当时他天天查房的时候 天天听我心脏 我一直跟他说 我又不咳嗽 我就是发烧的问题 我心脏没问题 别的没有什么 心脑血管病没有 他就听说 我怎么听你的心脏 都有一些杂音 让他的学生也听 他说是不是你有没有 我说没有 我真的没有心脏病 没有高血压 没有糖尿病 什么都没有 特别好 他说那还是 约一个超纤心动吧 我们来看看心脏超生的结果吧 怎么看啊 苏老师 我们看到的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心脏 在跳动的一个图 那这个图咱们看到的 那个你有两扇 像门一样的东西 圆圈里的 那个就是 有一团东西 对吧 跟正常 像鞭子一样在甩动 对 那我们正常的呢 是没有这个甩动的 那大家看看 那个左下方 也有两个 两个甩动的东西 大家看 然后呢 有一大团的东西在那里 随着心脏的动 跳动呢 在跳动 所以它跟正常的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出现问题的 就是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红圈 目标红圈内 对 症状也就是跟它有关 而我们细菌吃掉的 那个重要的部位 也就是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个部位 对 这个部位怎么了 而且刚才说到了逆流 您没有任何的 什么血脉上涌啊 逆流的感觉吧 那也没有 就特别乏力 没力气 不想说话 不想说话 然后呢 容易睡觉 还是也头疼 头特别疼 这些症状 都跟我们说到的 这个吃掉的 重要部位有关吗 这个病友 现在不叫病友了 叫我正常的朋友 正常的朋友 他讲得非常到位 也总结得非常好 让我给你概括一下 细菌正在寝思 或者吃我们心脏 这某个部位 血流反流 那引起的症状 它是一个综合的症候群 反复的发烧 反复的高烧 低烧 交替 第二个呢 是千言不喻 它的时间很长 是 持续了三个月 第三个呢 就是说有发泥 心慌 气短 体重消瘦 这些症状 这些事实上 跟心脏有关系 因为心脏 可能功能 被气失了 功能不好 就会有心衰的 一些表现 我们说这些 跟反流 可能也有关系 徐叔叔用 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心脏的血液 发生逆流 并不像小说里描绘的 会发生神奇的事情 反而会引发 一系列 极其难受的症状 包括乏力 心慌 头晕 不思饮食等等 如果不及时制止 会导致心力衰竭 直至死亡 但细菌并不会停止 吃心脏的脚步 而除了会导致心衰之外 它还会导致 其他更严重的后果 我们也有一个模型 结合着模型 您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好 宿主人给我们演示一下 好啊 那我们看到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心脏的模拟 那我们如果说细菌 从别的地方 所以说血油的流动 就到了心脏的某个部位 比如说我们心脏 到了这里这个部位 你看这个细菌团啊 就粘在上面了 就吸在上面了 吸在上面以后呢 它不管是吸在上面 它会还呢 逐渐的要增大 吃掉它 越来越多 它因为吃了这个 心脏的某个部位 然后呢 逐渐随着吃 吃掉这些部位呢 得到云氧了 它就长个了 它就长大了 细菌的这个团落啊 就逐渐变大了 你看两个变成三个了 三个变成四个 越来越多 三个变成四个了 大家看 然后别的地方 有可能它会长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随着跳动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菌团啊 它就随着这个心脏的跳动 随着血液的流动 就到了别的地方了 比如说从这个地方 它一下 随着这里就到了大脑了 那我们刚才 我这个朋友讲了 它会有头疼的细菌 到了大脑里面 引起了一个栓散 所以它是不是就像葡萄一样 特别容易脱落 对了 这就像葡萄 这个非常典型了 这假如是一个菌群 就像菌群 确实就是这样的 一团一团的 那我们随着运动的时候 你看 这运动的时候 它就掉了 还可能上去一个 有可能还上去了 到脑子里了 掉下来了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患友 就前不久我们手术的那个患者 他就是细菌团 把脾脏给栓塞了 然后呢 也到了大脑 有一点腔 有一点腔细性脑梗塞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只要是血液能到的地方 这个细菌的菌团 或者细菌 它都可以到达 也是非常危险的 好可怕 怪不得刚才许叔叔说 要谢谢 谢谢您和刚才的那位 郭医生 因为郭医生就听出了心脏 好像有问题 才找到了原因 这样我们先把徐叔叔 请到座位上 一会儿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 包括到底是什么样的 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事情 引起您的心脏被细菌吃掉 一会儿再问您 好吗 谢谢 请您先回到座位上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 谢谢 谢谢 专家告诉我们 徐叔叔辗转多日 才检查出最终病因 可以想象 这是一种多么容易 被忽视的疾病 细菌吃掉心脏重要部位 会引发心衰 血液腻瘤 脑梗塞 以及累积到身体的 多个脏器 所以到底感染的渠道 是什么呢 而接下来的画面 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现在知道 问题的原因了 而且说跟我们的 日常生活习惯有关 它这种细菌 应该是外来的 不是在我们体内 自生生长的 所以说老师 我就有一个小疑问了 你看我们体内 是有一些军团的嘛 叫做免疫细胞 他们怎么就不起来工作 把这些坏细菌打走 对啊 他们应该起来抗争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要保护我们嘛 对 如果是正常的一个 一个机体的情况下 我们都有免疫的功能 我们都有我们的 卫兵和战士 那在我们的体内 免疫细胞和这些坏细胞 在打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症状 我们也找到了一段短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终于来看大屏幕 那比如说 就是白细胞 淋巴细胞 单颗细胞 和臂式细胞 实际上我们的病友啊 他之所以这个细菌 进入到全身以后呢 是一个反复牵延的过程 为什么会反复牵延呢 是因为我们的士兵呢 在不断地跟他做斗争 你看他一进去以后 白细胞就来了 白细胞就增加了 然后C反应也就强了 那这个细胞呢 就跟C战斗了 所以应该是说两军交战 战况是互有输赢 最后坏人占了上风 所以看上去是一个 挺难打的仗意 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了 我也第一次 是吧 就感觉其实抗争起来 还是挺势均力敌的 弄不好人家就赢了 身体就受损了 这个细菌会到我们身体的 各个角落 从心脏这个中转站出来 它不仅吞噬我们心脏 那个重要的部位 可能到大脑 可能到肾脏 那到底是我们心脏 哪儿出了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答案了 如果大家等不及了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到二维码 观众员成长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心脏的重要部位 来看看到底是哪儿被坏细菌给吃掉了 我们有道具 来 有请道具老师 所以到底是心脏哪个重要部位被吃掉了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门 据说这个门是外有乾坤的 永远我们把它撕开好不好 心脏 拌膜 你再试试看 把这个门打开 像那个动画片里的一个情景 我们打开了这扇门呢 就能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任意门 对 我进来了 把门关上 门关上了 我怎么出去啊 然后你再推开门 推开 你只能推开 只能 对 我推不开 对 推不开 只能推开 不然你就出不来了 那我就回不去了 对 现在那我怎么办 那你就绕回来吧 对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 拜托永志 演示的这个出出进进 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血液的方向吧 对的 刚才我们讲了 心脏血流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我们只能进 不能出 而当这个心脏的绊膜 出了问题的时候 它就关不上了 永志就可以从里面回来了 没错 这个回来的过程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瀑布和血流逆流的过程 心脏呢 是一个很复杂 精细调控的这么一个器官 也是一个中转站 然后呢 我们心脏有四组瓣膜 就像这个门一样 准确的说是四个门 我们这些瓣膜呀 都是每 随着心脏的跳动的话呢 它在不断地开和关 就跟这个一样 舒张的时候呢 那个门就打开了 我们的血呢 就流过去了 如果是我们心脏 收缩的时候呢 这门就关上了 关上以后呢 那个血呢 从另外一个地方就出血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对 如果不正常 就是枪引起这个瓣膜呢 受审了 比如说穿孔了 关不上了 关不上了 然后呢 就这样的时候呢 随着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呢 我们的血呀 就反流回来了 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 瀑布一样 就倒流了 那么呢 它的临床的表现呢 症状就会更重一些 就刚才 徐叔叔讲到的那些症状 都跟它的逆流有关 对 这种病叫什么 那我们说 这个引起的这么一个反流 它是不正常的 那怎么引起的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细菌在不断地蚕死 不吃它以外 那吃了把门就吃坏了 那当然就引起反流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吃 重要的根源在哪呢 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 我们就说 叫感染性的心内抹炎 感染性啊 所以是细菌的感染 所以才会有 刚才我们说到的 发热高烧不退的症状 那为什么细菌就专吃这儿啊 这个地方特别好吃吗 因为这个瓣膜 这个地方啊 它是最灵敏的 它也是最匪薄的 然后呢 它在不停地运动 大家看到 它每天每时 都在不停地运动 所以说心脏呢 每一次跳动 我们的瓣膜都会开和关 然后呢 这个门呢 还有很多结构 门有门栓啊 有门框啊 所以它结构比较复杂 所以呢 结构复杂呢 它的反折 或者皱折就会多 这些地方 它是最容易被细菌 来侵犯的 换句话说 也是细菌最喜欢 来吃的部位 因为有皱折 可能停留在那儿 慢慢慢慢吃 那如果把这儿吃完了 细菌会继续吃周围吗 把心脏整个都吃掉 就像那个恐怖片一样 哇 你怎么想得那么恐怖啊 对啊 想想吃耶 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要吃就慢慢地 把整个心脏都吞湿了 那心脏就没了 这个人就没了吧 那当然 所以要不说 这个疾病非常危险 真的会这样 它的死亡率会 能高达百分之十几 早二十多了 真的会吃吗 如果心脏半膜 吃掉了很少 或者相当一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有可能 病人的症状 就非常危重了 那这个时候 大部分可能 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 从理论上讲呢 那如果是你没有发现 那肯定把半膜吃完了 还会继续吃 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的人的生命 可能也就终结了 所以就非常危险 所以它会吃 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再吃了 没错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苏主任在徐叔叔身上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 帮助他把这个重要的半膜 修好了呢 我们也带来了手术的器械 苏主任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来 是这个小东西啊 就这么大 我们先给大家在心脏内 找找您说的那个半膜在哪儿好吗 大家看啊 我这有很多这个模型啊 大家看 这个半膜 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半膜了 这是一个这个二间半的半膜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细菌啊 就是寝食在这些半膜身上 上面不断地在寝食 或者吃这个半膜 比如说我这个病友啊 这一个病友呢 他的二间半 当时已经是重度反流了 然后呢已经穿孔了 就是不能用了 不能用了 做的过程中呢 我们能看到这个二间半半膜上啊 有很多细菌团 有很大的团块 有的有一厘厘大 这么大的团块 做手术时候都能看得到 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些细菌啊 全部清除 然后把半膜呢 也要全部切除 然后切完呢 怎么办呢 没有半膜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给他换一个半膜 大家看看 这个呢 我拿了一个模型 这个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半膜 大家看到 非常精细的 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给他换上一个 这个手术呢 就叫阿尖半的直换手术 当然还是自己的最好了 我在书中的时候啊 我进了我最大的努力啊 把细菌给他清了 我想给他修补上 但是很遗憾 他被吃得太多了 根本就修不上了 所以没有办法呢 我就给他换了一个门 换了这个门呢 现在大家看 它非常好 就是我偷偷地打开了这个罐 这个罐里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这个不是擦手油是不是 你看看 哎呀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的养生堂 本栏目由 足利剑老人鞋 度假冠名播出 专业老人鞋 认准足利剑 本栏目由 云三七排三七粉 特约播出 云三七排三七粉 来自云南文山黄金产区 助您血管健康 心脑健康 喝三元72度鲜奶 更多免疫球蛋白 现在购买极致有机鲜奶 还能够抢72元 现金红包 平平有惊喜 本栏目的奖品 由专注破壁技术24年的 九阳特别提供 九阳静音破壁技 YJ08 专注破壁技术24年 打得更细更营养 男人想要矫健 女人想要亮丽 每日注意补充维生素 这个呢 我拿了一个模型 这个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瓣膜 大家看到 非常精细的 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给它换上一个 这个手术呢 就叫阿尖半的直换手术 当然还是自己的最好了 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进了我最大的努力 把细菌给它清了 我想给它修补上 但是很遗憾 它被吃得太多了 根本就修补上了 所以没有办法呢 我就给它换了一个门 换了这个门呢 现在大家看 它非常好 叔叔 我偷偷地打开了这个罐 这个罐里 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这个不是擦手油什么的吗 你看看 哎呀 这是什么 这个很特别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们一个瓣膜 但是这个瓣膜 这是真的吗 它是真的 人的吗 人的 但这个瓣膜呢 也是一个受审的瓣膜 受审的瓣膜 所以这是我们从人体上 因为它用不了了 所以被签下来留作标本了 对对对 这也是瓣膜 这也是瓣膜 这里面有一个 哎呀 这是什么的 这个有点瓣膜 这是人造的吗 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因为 您看这个 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这个呢 刚才看了 一半一半的 这个我们能相信 它好像坏了 这个看着好像还挺好的 不好 这个不好在哪里呢 正常的 咱们说这个呢 是一个肯定是有病变的二肩膜 有病变的二肩膜 这是一个真的 但是它是有病的二肩膜的瓣膜 这个瓣膜从形态上看呀 它很硬 很僵硬 而我们真的二肩膜呢 它是很柔软的 非常肥薄 你能看得透明 跟一个透明的塑料一样 非常柔软 薄膜一样 非常柔软 所以它关起来 开起来 非常柔软 能够对得上 大家看这个呢 它这个瓣膜啊 非常生硬 我们的二肩膜呢 正常是两个瓣 一个叫前瓣 一个叫后瓣 这两个瓣呢 实际上已经融合在一块了 所以呢 你只能看到一点点洞 对 这个洞呢 正常我们 这个洞面积太小了 打不开了 水不就不够了 水不够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 冰变的二肩膜 那这个二肩膜怎么了 这个呢 实际上还 还不是二肩膜 这是一个主动脉瓣 主动脉瓣 它怎么了 这个呢 是一个钙化 那我们看到这个瓣膜 就更比这个更要硬 更硬 就跟石头一样 所以呢 这个瓣膜呢 根本就没法修复了 而且都已经坏掉了 明白 就没有功能了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了 二肩膜 三肩膜 就这些心脏瓣膜的重要性 我们更需要知道 到底日常生活当中 哪些坏习惯 哪些我们可能认为 是很正常的行为 实际上会伤害着 我们的瓣膜 我们回到中间吧 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 五个行为 持咏之的掏耳朵 持咏之的痔疮 持咏之爱吃不干净的东西 持咏之刷牙和打针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先问问徐叔叔 这感觉都不是一天的事 徐叔叔到舞台上来吧 我们掌声欢迎 问问徐叔叔到底是什么问题 导致了细菌的入侵 又用细菌来吃到了 心脏的重要部位 说实在话 我还真没有什么 特别的不良习惯 平时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而且呢也很少运动 也没有什么外伤 唯一一个呢 就是随后大了以后 牙缝比较大 吃什么老塞牙 所以呢就是 这两年的特别习惯 就是拿着牙签剃牙 每次都剃 而且有点牙韵盐 很正常啊 是正常 所以呢 因为这个我感染 这个细菌感染呢 说是血液传染的 必须要伤口啊 有伤口有什么的 我也到国外去 哪都去 所以呢一般就是要牙签 总结来总结去 哪感染呢 也最多我就说 就剃牙 剃牙呢 因为呢 我有炎一炎 都用的那是炎 我们问问苏老师 他说跟剃牙 用牙签有关系啊 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感染性那么炎 讲到我们生活在一个 有细菌的环境 人体的每个部位 都有一些 制病条件 制病菌的存在 或者说我们皮肤的表面 口在一定条件下 它可以制病 练习 它肯定是有一个地方 通过一个什么途经 这个细菌啊 进到血液里面去 然后进到了心脏 这是肯定的 当然就像他讲的一样 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受伤 没有别的一个情况 但剃牙 或者说牙科的 一个小的手术 特别是牙科的手术 是很容易导致一个 感染性性内容的发生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因素之一 所以呢 大家别小看 牙科的这么一个小的手术 所以剃牙 有可能会把牙银戳伤 本身就有牙银盐 细菌更容易侵入了 那怎么办 你爱剃牙 我剃牙 但是我不用那个牙签 我都用那比较高精尖的 牙线 牙棒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 特别好用 因为牙签呢 它会让这个牙 祸口越来越大 但牙线呢 而且它特别好用 对对对 一窄就出了 是牙线会比较好吗 是这样 剃牙这个行为 它是对牙科的保健 非常重要的 也是需要做的 我刚才讲了我这个朋友 他剃牙肯定 它是在某一个条件之下 发生了这种情况 比如说 他可能正好那段时间 抵抗能力特别低 正好有一个感冒 他也那么剃牙 这个时候可能就问题出现了 如果是你可能很疲劳 这个时候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 正常的一个保健的 牙齿的保健 是不会出现的 就跟我们牙科手术一样 比如说你去扒一个牙 那牙科医生会问你 你本身现在 有没有发烧啊 有没有难受啊 如果你本身扒了牙了 本身身体情况就比较差 抵抗能力就很弱 那个时候 你再做了一个扒牙 你又没有做好 相应的治疗和保健 那这个时候 很可能就会发生一个 败血症 所以最后引起一个 感染性的心内抹炎 那我们说细菌在口腔 通过血液 首先是到血液里面去 到血液清了 我们临床上就叫 菌血症 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点感觉 然后细菌在血液里面繁殖了 那可能是释放了毒素 或者说细菌已经到了 心脏的瓣膜上面去了 释放更多的毒素 那这个时候你很高烧 正发现的高烧 还有引起一个相应的 化膿的表现 那到最后一个时期 就是病人 所有的情况都不好了 就休克了 实际上它到后期的时候 如果再不进行守护肤 有可能就是休克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做些什么可以避免 因为剃牙我们可能都剃 如果牙出了问题 我们得去医院看牙 那您这个很重要 这里有一些小的常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说第一 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比如说这个剃牙 咱们你在抵抗论特弱的时候 你就别去拔牙 把你保护好牙齿 剃牙我们有正确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夏天 我们要注重饮食 别得这个细菌性的匿迹 或者说肠道的细菌性的感染 你的肠道 还有一个患者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从美国回来坐飞机以前 它通过在行走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伤口 有一个刀片 或者有一个小东西 搭到了这个脚 破伤风 当然 还谈不上破伤风 就是夹着那脚破了 脚破了 有点出血 但是它没有战役 直接就上了飞机 当然大家知道 坐飞机还是比较疲劳和疲惫的 等它到飞机上以后 马上就高烧了 所以进展非常快 然后到我们朝阳医院的时候 就是败血症了 天哪 一桌心脏超身 感染性 心那么严 细菌已经被 细菌团已经长得很大 发膜已经快穿口了 所以这个病例 这几个病例 对我来讲 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其实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避免细菌感染 增强抵抗力就很重要了 对 打针和掏耳朵 打针一般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做好的消毒 在安全的医院 应该还好吧 因为我们知道 打针可能有几种类型 那有的是肌肉注射 有的是静脉注射 是 实际上在肌肉注射的时候 这种风险可能相当小一点 但是在静脉注射的时候 实际上也有这种风险 特别是我们静脉注射 如果是时间很长 隔止的时间很长 刘智珍 刘智珍 那么这种风险也是存在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 跟静脉是接触的 所以一般就是刘智珍 只能留三天嘛 也是因为怕感染 对 他掏耳朵 永志喜欢掏耳朵 他觉得掏耳朵有危险 实际上从掏耳朵来讲 如果是这个我们永志 我们这位帅哥 对 你光掏耳朵应该是没事的 但是你掏了耳朵 再给他吃了 那可能就有事 他不是不是不是 这样说 他掏完耳朵之后 可能没洗手 又去啃手指甲 对 像这个手指甲 我给你说手指甲特别好 手指甲留长了以后 您呢可以掏耳朵 掏耳朵呢 哎 牙有东西可以剃牙 这都不行 但是这个行为 道具老师我们有支的剪吗 一会儿玩笑 我给永志亲自剪指甲 行为非常不健康 对 以后得注意 以后得注意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徐叔叔 别着急我送您份小礼物吧 好了 徐叔叔送您份小礼物 三元牛奶和三元七十二度鲜奶 更多免疫球蛋白 现在购买极致有机鲜奶 还能够抢七十二元现金红包 平平有惊喜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徐叔叔 谢谢 谢谢 请您回到各位上 谢谢 谢谢 导致徐叔叔心脏被细菌吃掉的原因 跟他踢牙有关 而相对来说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和掏耳朵 基本不会引发和心脏相关的细菌感染 那开场小片中的那位患者 感染的渠道 到底是剩下选项中的哪一个呢 徐叔叔的原因跟踢牙有关系 那开场短片当中 那个患者那么的危机 临时送到了医院 赶紧做心脏半膜的致患手术 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永志 你去把真正的原因 搬到舞台上吧 你可以先偷偷地问一下苏主任 对 我偷偷问一下 这个 偷偷地问 偷偷地问一下 偷偷地问 偷偷地问一下 不好意思有点 秘密 秘密 不告诉 你去搬吧 那我去搬起来 对 你觉得跟你最联系密切的是哪一个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的养生堂 本栏目由足利剑老人鞋 独家冠名播出 专业老人鞋认准足利剑 本栏目由云三七牌三七粉特约播出 云三七牌三七粉 来自云南闻山黄金产区 祝您血管健康 心脑健康 居住的原因跟剃牙有关系 那开场短片当中那个患者那么的危机 临时送到了医院 赶紧做心脏半膜的致患手术 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龙志 你去把真正的原因搬到舞台上吧 你可以先偷偷地问一下苏主任 对 我偷偷问一下 这个 偷偷地问 偷偷地问一下 偷偷地问 偷偷地问一下 不好意思有点啊 那个 秘密 秘密啊 不告诉 你去搬吧 那我就搬去了 对 对 你觉得跟你最联系密切的是哪一个 那我就把这个搬上来吧 因为刚才 所以事实证明小朋友选对了什么 来 你放到这儿 因为刚才主任偷偷跟我说呢 秘密啊 秘密就是跟我有关系 哦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呢 犯一个字 那你觉得为什么痔疮有可能会 有那个细菌的入侵 因为它比较敏感 就位置比较敏感 是吧 然后呢 而且呢 就是按理来说 是不应该得这个的 但是你得了这个病呢 它肯定它就是病因 所以通过它传染很有可能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痔疮可能 它比较容易破裂 然后因为它的位置有很特殊 经常会遇到那些比较脏的 我们的排便嘛 便便当中有很多的细菌 所以如果我们的痔疮破溃的话 也会有很多的细菌 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体内啊 然后就感染了 有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 听起来呢 它搬得还非常正确 我们这个病友啊 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痔疮的手术 痔疮手术 大家应该想的是非常小的 通过痔疮手术以后呢 然后它就得了这么一个 我们已经确诊 并且通过我们的治疗 已经治愈了感染性的一个心理膜炎 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 它实际上是一个 看似简单 确实也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说做了痔疮以后 它会有伤口 那如果它这个时候 它的抵抗能力比较低 会有感染 但是那个地方呢 又比较敏感 又比较 这个细菌又比较多 细菌呢 就是细菌啊 通过这个伤口 进入到血液里面 因为那个地方呢 痔疮它都是静脉血 静脉血都会流到心脏里面去 所以它是一个顺向的流动 就回到心脏的血液 是静脉血 所以呢 就通过静脉血啊 就回到了我们的心脏 它应该说 还是这个非常严重的 除了二剑瓣 有窗孔 有烂掉以外 祖毒门瓣也有 同时发生的 同时发生的 所以呢 我给它做的是 二剑瓣的直换 加上祖毒门瓣的一个 菌团的清除手术 所以当细菌的入侵 当它整个发作起来 到高烧 再到最严重的 被吃掉 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怎么样 有的是很快的 有的是很慢的 那我们今天谈到的 两个病例呢 两个朋友 都挺快的 都比较慢 都算慢吗 都算慢的 因为他们的病死 已经签约了 将近三个月时间了 这叫慢 这是比较慢的 当然有的时候 会非常快 我刚才谈到的一个病例呢 在美国上了飞机 然后有个外伤 出血 然后上了飞机以后 就高烧 等到下了飞机 飞了十几个小时 下了飞机以后 再到医院来去 来诊断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感染性 性的膜炎 并且它的瓣膜 菌团已经长得很大 它的瓣膜已经受伸了 所以速度有快有慢 这个根据细菌的 恶性程度决定 还是这个人的免疫力程度呢 都有关系 应该说 跟细菌的毒性的大小 有关系 跟病人的 白细胞的数量 免疫水平有关系 第三个呢 还跟师傅进行了一些治疗 也许这个治疗不是最恰当的 比如说我这几个患者 他都在治 都在间断地吃药 今天吃这个抗生素 明天吃那个抗生素 都在间断地治疗 所以它跟治疗的病程 有关系 还有呢 跟你最终这个缺诊的时间 也有关系 就像我这个朋友 他的细菌是非常罕见的 这种细菌在中国都没有名称 后来呢 在全球可能 也是第二第三例 对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感染细菌的概率 比普通人高的话 我们就更需要关注 可能 当我们感染了细菌之后 当细菌只是刚开始努力 想要吞噬我们那个 重要的瓣膜的时候 可能我们身体 会有一些预警信号 可是这些信号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 我们就会忽略 直到军团变得越来越大 直到我们的瓣膜 损伤得越来越大 我们就无可挽回了 所以什么样的预警信号 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关注的呢 我们也准备了 我们给大家揭晓吧 苏主任 好 来 永志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的养生堂 养生厨房 指定产品新卖燕麦 来自澳洲 阳光和大地的健康馈赠 您在收看养生堂 电视节目的同时 还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 那尾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和全国的亿万观众 一起关注健康 关注养生堂 所以什么样的预警信号 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关注的呢 我们也准备了 我们给大家揭晓吧 苏主任 好 来 永志 一个寒颤 然后呢 再看看你那边的 这不是什么了 我看这个 感冒而已 一个寒颤感冒而已 这什么意思啊 这感冒而已是生活当中 最常说的一句话 我刚感冒完 就是人家都会说 感冒了 人家说嗨 感冒而已吗 没什么呀 接着吃 接着吃 那看起来这两个呢 既有关又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呢 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提醒 一个提示 特别是你看 我们这个牌写的是什么 一个寒颤 它的本意是什么 就是说细菌呢 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部位 或者是伤口进入到血液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小的寒盏 要盏一下 或者是一个低烧 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的细菌呢 已经进入到血液里面去了 这是一个预警的 那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感冒 那感冒的话 你有时候你觉得你的症状 就跟感冒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就是一个单纯的感冒 有的人还会去剧烈的运动或锻炼 那就是错了 因为抵抗了你本身就很低了 你再去做剧热的运动 血液运动就更快了 就有可能抵抗了你更低 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 所以说这两个呢 实际上说 寒战感冒 这里看起来 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得感染性那么严 它肯定最早的时候 有这些表现 但是有这些表现呢 不一定就是感染性性那么严 是 也不要恐慌 对了 所以我们应该结合着 刚才我们说到的 徐叔叔的例子 徐叔叔是感冒 他也很乏力 不想讲话 连起床都不想就想睡觉 最重要的是反复的高烧 如果我们不幸出现了这些症状 当您在寻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在养生堂 苏主任专门提醒大家 有可能您就是我们今天 这种特殊的疾病 感染性心内膜炎 提个醒 去心脏专科找医生看看 排除一下 比如说我们发现得早一点 我们可能是不是不需要换绊膜 就比如说简单地把那些军团去除 或者有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就可以 你也是医学专家了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找发现 找治疗 有可能我们通过抗生素的应用 那我们把细菌就杀在萌芽状态中 我们刚才讲了 白细胞在跟它作战 很多细胞在跟它作战 再加上我们外部的力量 抗生素 及时的应用 合理的应用 到位 把它干掉 把它干掉 那么我们可能就把这些细菌 就杀在血液里面了 它就没有 还没有到感染性的膜炎 或者到了感染性的膜炎的早期 我们也能控制这种情况 这些病例也是存在的 就大部分病例 也可以通过这种治疗而治愈 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住这些症状 一个寒战感冒而已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把掌声送给苏主任 谢谢 那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 由专利好游 脂肪酸均衡的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条 和油管铭播出的养生厨房 来了解一下 谢谢 谢谢永继 谢谢苏主任 天然越来越热了 吃点什么合适呢 有一句俗话说的是 无冷面不夏天 但是这个冷面呀 各家有各家的味道 今儿个咱们就瞧瞧 这大厨怎么做 有没有秘笛 今天咱们就用两个简单的步骤 让你吃出夏日香气 怎么样 夏日香气的冷面 这个夏天就靠它提升香气了 如果您心急想知道 夏日香气从何而来 我们今天的秘质冷面 如何制作的话呢 可以即可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完整的答案 详细的步骤奉送给您 那咱们就开始两秒钟 这两秒钟我跟你说 一环扣一环 第一个妙招就是它 一碗水 这可不是一般的 别生鼻子 先天那鼻子一闻能闻出来 是吗 还保卫着呢 我跟你说 一会儿你尝尝这碗水 有了这碗水 就算成功一半吧 这碗水很重要 咱们可以开动自己的小脑瓜 想一想 第二个妙招 第二个妙招 比较低 我们先来煮面 今天呢 我们用的是 蕎麦面 蕎麦面 营养最好 跟那个白面条相比 它煮起来有点费劲 是吧 时常就有硬心 对 煮的时候呢 一定是开水下锅 煮制的时间 根据个人的这种口感 咱们灵活掌握 两分钟到四分钟就可以 我们今天选的 这个蕎麦面来说的话 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啊 硬季节啊 保护心脏啊 是有帮助的吗 蕎麦面中呢 含有非常好的 这个膳食纤维 同时呢 里面含有腌酸 卢丁 以及维生素B1 这些呢 对我们心血管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尤其是改善 我们心血管的弹性 以及防止血栓 三元七十二 对鲜奶提醒您 蕎麦面 富含更多的卢丁和腌酸 对于控三高有帮助 这面呢 我们煮到 开锅两分钟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手轻轻一掐 它里边 没有硬心 没有硬心了 那这会儿 这个口感 就正好 捞起来 为了保持它的口感 这会儿 迅速加入冰水 过凉 这样既保证 这个面的口感了 同时呢 又会防止它 干连 这个蕎麦面有了 然后您那神秘水 也有了 第二个窍门是啥 我们还不知道呢 肉鸡 咱这个面 先给它过上凉 我这里边呢 还给它做一些配料 平时呢 在吃凉面的时候 可能里边都会有鸡蛋 没错 有些人 他是爱吃里面的荷包蛋的 对 那今天呢 咱也不做荷包蛋了 咱给它做一个蛋皮 好吃的蛋皮 不仅可以搭配 咱们今天的凉面 最主要的是 夏天经常拌凉菜 里面拌蛋皮也好吃 对呀 但是不好摊 薄厚不容易匀 还容易破 蛋皮呢 咱们采用一个鸡蛋 加上一个蛋黄 这样出来的这个蛋皮呢 口感更好 而且颜色更漂亮 在这里边呢 再加入适量的电粉 这就是那个摊蛋皮 能够有韧性 不易破的窍门了 没错 然后把它充分地搅匀 好了 这会儿就可以开火了 先开中火 锅不要很热的时候 蛋液直接下锅 我们把它转匀 这样蛋皮会薄厚均匀 也会不容易破皮 很快它就定型了 然后这会儿呢 我们给它轻轻地翻个面 来 两面定型之后 直接 你看 拿出来 蛋皮直接给它切成丝 这个夏日香气 两个妙招 一个是一碗神秘的水 另外一个是啥 别着急啊 你看它一直就垫扭在木框 对呀 关键是你 这个夏日香气啊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它 清香 菠萝 清甜甜的 没错 就是菠萝 那这菠萝的香气呢 会增加很浓郁的风味 在我们中医经典当中就记载 它是一个酸干的 入味精 同时有很好的消暑解渴的作用 而且夏季的时候 还能有解酒毒的作用 你看看 我比较喜欢菠萝的味道 我也是 所以那咱就多放点 直接 酸酸甜甜的 菠萝放进来 这会儿你再闻闻这一碗汤汁 味道就会更加浓郁 香上加香 我尝尝 尝吧 我跟您说 我已经尝出来了 真的是特别的清甜 而且大家一定很熟悉 夏季特别热的时候 很多家里都会冰镇这种饮料 是什么呢 柠檬蜂蜜水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柠檬蜂蜜水 再加上菠萝 这就是今天咱们这道 夏日香气的冷面的汤汁 这个柠檬呢 是非常好的酸干化阴质品 柠檬里头含有陈皮肝和幼皮肝呢 这两个是非常好的 能够防止毛细血管脆化 能够延缓血管的破裂粗血 这样对我们夏季的冠心病的预防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这会儿我们开始调味 刚才煮面的面汤 别浪费 加上盐 盐放在这个冷汤里头 特别不容易化开 不容易融化 所以我们要用酸水 把盐融化之后 直接加进来 这样有一个底口已经有了 加入一瓶勺的生抽 你看瞬间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这一碗水就把白糖白醋全熟 柠檬的酸 蜂蜜的甜 对 菠萝的酸甜 所以今天咱们的夏日香气 它是自带酸度和甜度的 而且这个水呢 我们可以把它调好之后 直接放在冰箱里面 饮料 然后呢 您吃面的时候把面煮好 过凉之后 直接往那冰冰凉凉的汤汁当中 加入面条 您看 这个冷面的感觉是不是瞬间就 出来了 我这儿有切好的牛肉 这就有劲儿了吃了 对 还有什么 黄瓜 清清凉凉的小黄瓜 我这儿还预备了 你看 辣白菜 开胃的辣白菜 太好了 口水马上就出来了 这会儿呢 把这个切好的蛋皮 鸡蛋丝 颜值和营养都有了 我看好大厨 他还带了这个小酸干 这个小酸干呢 咱们进一步地补充它这个柠檬的味道 这个绝对是果香四溢 那这一碗夏日香气的冷面 我们就做好了 想让您食用过之后 清凉一下